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树花公路159.3公里处崩塌 大清水明隧道的钢棚架修复工程 第一阶段已经完工 紧接着4月初开始进行第二阶段 钢购的明隧道工程师座 并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 进行了单向双线交通管制 假日不管制 预计在今年10月可以完成 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 在进入管制区的时候 要耐心的等候 树花公路台9线159.3K大清水明隧道 将进行钢购明隧道的工程施工管制 管制点为大清水管制站至景温隧道南口 公路总局并表示假日不进行管制 请用路人小心驾驶 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指挥依序通过 那现在已经在三月底之前就是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 紧接着我们就后续来施作第二阶段的我们一个刚购明隧道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施作 那这个阶段我们目前是颜值上是才早上8点到下午6点是采单线双向的一个机动管制 那我们颜值上就是假日我们就不管制 那我们这个阶段就是办理了一个刚购明隧道的一个施作 那我们是尽量在我们的工程里面来改办完成 那一定是在今年的那个10月31号来改办完成 对于经常往返树化公路的货运公司并表示 公路总局采单向双线交通管制不至于影响货运时间 管制时间能够掌控在20分钟内放行 就能够避免交货时间的延误 那个水平快速道路 那边是5点到7点禁止大货车 所以说那边如果耽误15分钟 20分钟是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会这样会说提早说2点吃车 就是有要怕路上 对不对 路上如果说堵车的话 当然我们就有那个20分钟的那个空间在那边 公路总局并呼吁用路人进入山区道路容易发生落实 路况难以掌握 非必要请勿进入 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讯息 事先规划行程与应变的准备 记者凌杰休林乡采访报道